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警察队援助级协会主席林志伟 本身驻守北角分区特影小队 以往大多着便装工作 近日换作军装改到街上巡落 警队在一些特别的日子 或者在特别的情况之下 部署一些军装成员高支大巡落 这个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令到港大香港市民感觉到警察的存在 加强他的安全感 警惕有企图 意图或者想去犯罪的罪犯 他们要知道香港警察永远都会在你身边 警方今次调动 是因应近期接连发生谋杀 暴力伤人等的案件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前已经说 警方会调配更多的人手到前线 作高姿态巡落 据了解各区特检队 习汉调查队等的警员 近日都穿着军装到加上巡落 至于警队日后应不应该继续调配其他单位 进行日常的军装巡落 林志伟说警队会审时度势 调整行动策略 以应对不同的治安状况 新监行会成员的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 陈克勤认为高调巡落的方法有效 警员在街上走的时候 除了令市民觉得安心之外 他其实走的时候 他可以看一下街头巷尾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 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物 那个观察是可以细致很多 也都更加容易地 是可以发现一些罪案的蛛丝麻跡 星期日父亲节 他了解考虑到各区大营商场人流增多 警方五个陆上总区刑事部 会派完大约10人一队 穿着偵袭人员背心 在商场巡落和主动折查可疑人士 无线电视记者曾今报报道 警方国安署起诉一个女人 作出一项或多项 煽动意图的作为罪 今天早上会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 国安署3月初在秀茂平 拘捕一个23岁女人 涉嫌在社交媒体多次发布 具煽动意图的贴文和照 包括煽动他人 引起对中央政府或特区政府的憎恨 及鼓吹港独等字句 据了解国安署是收到微信匿名举报 那个女人曾经在日本留学 自2018年开始 透过社交媒体公开多篇 宣扬港独的贴文和图片 又曾经在日本美术馆 参加宣扬港独的展览 并且在社交媒体发布展览的照片 今年3月8日从日本回香港之后 随即被国安署以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拘捕 本身是执业大律师的立法会议员说 这个案例显示港区国安法具域外效力 案件星期五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 教育局向学校发出新采购程序指引 加入维护国家安全章节 列明基于国家安全 校方可以取消供应商资格同中置合约 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 教育局向学校提供维护国家安全行政和教育指引 教育局推出增强版指引 同时更新采购程序指引 在报价或者招标文件中列明 若果供应商曾经正在或者由理由相信 作出可能救成或者导致发生危害 国家安全罪行的行为或活动 又或者为了保障公众利益等等 学校在报价或者招标的时候 可以剔除有关供应商 即使已经签约 但是继续履行合约将会不利于国家安全 学校可以立即中止合约 有校长说 资助学校彩够涉及五万元以上的服务和设备 例如发盒供应 升降机保养 救治家师都需要报价或者招标 政府已经提供范本将条款加入文件 相信执行难度不大 但是要学校判断 什么时候终止合约就可能有困难 我相信学校一般来说 他们的做法都是说 如果真的觉得有些很令人怀疑的实际的证据 那他就可能会跟进 但是因为那个情况都是 始终我们学校都不是说 那么全面去遮掌所有东西 那我们最好都是会和教局 多一些的去商量 我们搜集到的证据 或者所观察到的情况 就商量究竟这个算不算是违反呢 然后再决定是否对供应商 或者承扮商去促出一些行动 教育局就说 资助学校需要运用专业判断 保持高灵敏度 审慎评估 无线电视机者林俊谦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移职 总理李强劝勉宣誓各部门负责人廉洁 確守法治精神 国务院任命的55个部门和单位 81个负责人 昨天在李强的监系下 依法进行宣誓 全体起立唱国歌 随后领誓人首府宣誓 领众誓辞 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 跟众誓辞 李强发表讲话 强调要强化进取之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不断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尽心竭力地为党和人民做事 要常怀敬畏之心 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官 政绩官 事业官 确守法治精神 维护宪法权威 严格依法行政 住脑思想防线 守住廉洁底线 守脑发己红线 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清清白白做人 干干正正做事 先有时一会儿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继续新闻时间 先看看财经消息 美国股市上升 标准普议500指数和纳斯达特指数 连升第六个交易日 道瓶斯工业平均指数 升百分之一左右 道瓶斯工业平均指数 报34344点 升365点 标准普议500指数 报4414点 升42点 市场估计 主要中央银行将会较预期 早结束加息周期 美股向好 美国国债知识率下跌 对利率去向敏感的高增长股 有买盘 增加大市场升动力 开市道指跌33点 其后转势上升 下周早段升超过400点 主要股份类别几乎全部上升 其中健康护理股 工业股和能源股的表现比较好 其他消息 卫尔斯趁黄医院发生严重医疗事故 一个要输住强心药物的早产婴儿 输住管的活山未有打开 近一个小时后才发现 个宝宝最终死亡 有病人关注组织批评是人为疏罚 个宝宝星期一 在威尔斯亲王医院出生 人期不够28个星期 而且有先天心脏问题 要入住新生疑心肢治疗部 接受密切监察和治疗 也要用仪器协助呼吸 和输住强心药物 由于宝宝持续出现低血压 医护人员星期二凌晨大约3点 增加BB强心药物处方 由每个小时输住大约0.3毫升 逐步递增到大约0.7毫升 输住仪器在大概50分钟之后 发出警报 医护人员检查之后发现 输住管的活山没有开到 那些药没有输入BB体内 医护人员调整活山之后 重新为BB输住强心药物 但是那个BB情况恶化 半天之后 即是星期二下周大概4点离世 医管局在事假一日 星期三深夜公布这一宗医疗事故 医务卫生局局长盧总谋 出席立法会会议之后 说会公开交代 会议事议员说非常关注事件 向BB的家人致歉 会尽力提供支援和协助 个案已经转交4隐裁判官跟进 有病人组织就认为 今次很大机会是因为人为疏忽 这些一个比较常见 简单的一个医療程序来说 发生这个事件 一个是非常尋常 和一个其实是可以避免的事故 有关的一些仪器都可以监察到 也可以用一个目视的方式 来看得到那个注射是否成功进行 所以如果你要一个小时之后 才发觉到有这样的缺陷在这里 这个都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情况 远方说初步检视之后 即时采取措施 避免再发生同类事件 包括提醒医活人员 要为初生BB输注药物的时候 要加赔注意 由于输注的分量和速度非常微小 需要确保仪器设定合适 远方也会向仪器代理商了解 提升安全程序 无线电视记者中卓希报道 今次事故 远方说仪器在大约50分钟之后 才响警部 需要调查是否故障 有深切治疗科专科医生说 医护人员应该加强监察病人 公立医院的输注仪器普遍采用这一款三向接头输注管 如果要输入强心药 要先根据病人的体重稀释 在仪器上中上针剂 调整合适分量 再接驳到病人的静默注入口 将三向接头调教至正确的方向 强心药就会注入病人的体内 如果这些转动的时候 你领得不好 有时就领错方向 有时就是你领歪坐 原来未开的 是 都未必发现得到 而且是压力 当压力越高的时候 高过它Alarm的指标 那它就会响警报 就会代表其实整个通道那里 有些地方可能是阻塞了 无论是那个三向的通道也好 或者甚至是喉管里面 本身是有些是失血了 血管有些是失血了 全部这些情况下 那个Alarm都会响 深切治疗科专科医生李慧全又说 注射强心药的时候 也都需要护士实时监测 病人的心跳和血压 确保发挥到足够的弱效 一般每一个心理治疗部的病人 都会有一个护士 是专门负责的病人 基本上就是一直坐下 到每分钟都看着病人 就不是偏忠去巡查 这些是一些 可能每分钟都要去调教 要看着它的效果好不好 要看着有没有一些负责出现 幼儿科医生说 这一款三向接头书注管 也都适用于疑科深切病房 通常这些极端早产 或者极端轻绑的宝宝 他们都不会吃到药 或者是自己拙奶的最初的时候 所以都会要在那些家户病房 甚至是初生婴儿的心切治疗部 里面的氧气箱里面 然后就要帮它用静脈 来给它有需要的水分 营养和药 在初生婴儿的心切治疗部里面 尽量我相信都会是一对一的狐狸的安排 陈以诚认为远方或者医管局 必须尽快调查清楚 事故是否涉及机器问题 还是人手操作上需要改善 无线电视机者 韩曼军 澳洲出于安全考虑 立法终止俄罗斯新使馆选址租药 不允许俄方在澳洲国会大楼附近 兴建大使馆 何方批评澳洲的做法是敌对行为 位于澳洲首都坎培拉 俄罗斯打算用来做新使馆选址的后方 能够看到过在澳洲国会大楼顶端的澳洲国旗 显示这两个地点距离并不远 报道说俄罗斯在2008年 拿到这幅地皮的租药 并在2011年获得建筑许可 不过至今只建了新使馆的一小部分建筑 现在更加面临南美危机 因为澳洲政府基于国安考量 星期四向国会提出法案 终止俄罗斯新使馆选址的租药 当局在国会上指出 俄罗斯接近国会大楼的新使馆选址 会为澳洲带来的风险 包括间谍活动和外部干预 最终国会参众两院即日通过法案 授权政府终止俄罗斯新使馆选址的租药 至于目前俄罗斯在当地的大使馆不会受到影响 俄罗斯市团现在仍然使用 位于坎培拉南部市郊的前苏联大使馆 离市中心比较远 无线电视机仔 梁梁山报道 英国国会特权委员会发表报告 说前首相约翰逊就派对门风波 多次故意误导国会 约翰逊批评报告胡说八道 英国前首相约翰逊神运的时候 没有回应记者提问 英国国会特权委员会星期四就约翰逊任内 在新冠疫情期间多次在首相府出席派对 违反当时的限聚令公布过百业调查报告 说约翰逊确实曾经多次误导国会 报告建议早前已经辞任下议院议员的约翰逊 不应该好像大部分前首相和议员那样 自动获得进出国会的权限 又说如果现时约翰逊仍然是议员 会建议暂停他的议员职务90天 国会将在下个星期一投票决定 进出国会权限的问题 约翰逊形容报告是胡说八道 是政治暗杀 再次批评委员会是要借派对门调查 将他赶出国会 英国首相新伟成发言人说 相信委员会已经适当地完成调查 认为诋毁或者批评他的工作并不正确 在野工党副党灰维压批评约翰逊违法 而且是大话证 不适合出任公职 认为他应该向公众道歉 而约翰逊的盟友就说 委员会完全没有证据证明 约翰逊不到国会 对他非常不公平 无线迪斯记者沉为三不斗 欢迎收看世界观 法国巴黎奥运还有大概一年举行 其中一个触目两点 是当局将会打破传统 将开幕仪式和部分赛事 安排在蔡立河上演 不过蔡立河的污染问题 一直被人救病 到底法国政府能不能够 赶得一次在奥运揭幕之前 将蔡立河的水泽起死回生 当中面临什么难题 来自各国的运动员和代表团 分别坐超过160手船入场 观众欢呼迎接各队伍之余 也能够欣赏到蔡立河半的源头美景 2024年巴黎奥运打破 以往在田径长脚开幕移职的传统 将这次的体坛盛事移私到河上 期望给全球各地民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不过理想和现实往往都有出入 现在在蔡立河半闻到的 不是花刀香气 而是阵阵的垃圾臭味 莫说在河道上比赛 只是落河浸一下 你又有没有胆试一下 不论是巴黎市民或是旅客 似乎都是敬而远之 创乃河有多骯髒 不死河上面玩独木舟的巴斯蒂安 就最近距离感受到了 回顾1935年的9月 蔡立河还未受到污染的时候 曾经举办过大型的游水比赛 不过有关的胜况已经是一去不返 法国政府基于河道水疾的问题 早已禁止民众落水 有调查就显示当地有七成人对赛纳河的观感 是骷髒、污染和充满恶臭 为了令赛纳河洗脱污名 法国政府就决定挑战高难度动作 奥运期间 在河上面举办马拉松游水和三项铁人赛事 出自14亿欧元 相当于大概118亿港元来改善水质 肩负起这个重任的其中一个人是安杰烈斯福 他2017年开始已经着手研究改善赛纳河的水质 包括是收集河水样本 检测大场赶管和抢球菌等等的含量 对人体在河里面游水等是否安全 他说目前来说已经是处于低水平 不过最终的水质能不能够达标 天气都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为了避免明年下季发生这个情况 巴黎南部建一个大型地壳盆地 容量达到5万立方米 相当于大概20个奥林巴克标准泳子容量 用来收集雨水 避免将污水冲入河道 另一方面 当局也都改变为处上游的家庭 原本将污水派入河道的老旧做法 建全新的去水系统 避免污水油脂落入去 法国政府期望借主办奥运为契机 令到蔡纳河的水质长久得到改善 我们的主要是奥运游戏 但我们的主要是 我们会有机会 去水河河在巴黎 和在所有城市的地方 举办 举办2028年奥运的洛杉矶 也派专家去到巴黎 交流改善河道水质的技术 如果法国政府的计划顺利进行 预计巴黎奥运结束之后 在2025年的下季 蔡纳河将会重新向所有人开放 我们明天继续世界观观世界 欢迎收看《无线财经快讯》 我是陈雨桥 美国股市上升 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 连升第六个交易日 道瓶斯工业平均指数升1%左右 道瓶斯工业平均指数 报34,390点升411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 报44,419点升47点 市场估计主要中央银行 将会够预期早结束加息周期 美股向好 美国国际知识率下跌 对利率去向敏感的高增长股有买盘 增加大肆上升动力 开始导致跌33点 其后转势上升 下午早段升超过400点 主要股份类别几乎全部上升 其中健康护理股 工业股和能源股的表现比较好 美国零售销售出负医疗 持续上升 美国商务部公布 零售销售5月升0.3% 是连续第二个月上升 胜伏较4月份低0.1个百分点 市场就预期跌0.1% 扣除汽车、汽油、建筑材料 和膳食服务的核心零售销售 也都连升第二个月 升百分之0.2 升伏较4月份低0.4个百分点 符合市场预期 美国大西洋沿岸中部地区 制造业收缩状况转差 费城联邦处备银行 6月份制造业指数 由5月的-10.4 跌至-13.7 市场就预期跌至-14 指数低过0 反映大西洋沿岸中部地区 制造业收缩 而6月份指数是连续第10个月 处于0以下 分行指数当中 反映生产成本的支付价格指数回落 由10.9跌至10.5 雇佣指数就回升 由-8.6 升至-0.4 纽纽约州制造业就出乎意料恢复扩张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制造业指数 今个月升38.4 是2020年1月以来最大单月升幅 升至6.6 市场就预期升至-15.1 指数高过0 显示较多制造商汇报业务扩张 至于份行指数 反映投入成本的支付价格指数 由34.9跌至22 是2020年8月以来最低 雇佣指数年升两个月之后回落 由-3.3跌至-3.6 阿里巴巴总裁Evans表示 集团将会积极发展中国以外的业务 当中欧洲市场会是首选 Evans说 未来会专注在欧洲业务 目前在中国的天猫 将来也都会在欧洲出现 意味集团会在欧洲市场 服务当地品牌和客户 并会以西班牙市场为试点 将来会扩置全欧洲 听美元最新汇价 美元汇价对日元 卖出价140.307 英镑1.2778 瑞士发浪0.8913 欧元1.0947 谢谢收看无线财经快讯 再会 大家好我是陈雨桥 足够湾社区隔离设施的地皮 有团体认为可以转做过渡正房屋 但政府想怎样做 都要得到隔离的迪士尼乐园同意 做其他发展也都要面对限制 有立法会议员认为 当局应该尽早跟乐园商讨 发展局回复说 会探讨土地用途 未来按捕就班 释出用地 足够湾社区隔离设施用地 面积大约等于1.5个西九文化区 原本预留给迪士尼乐园扩建 但乐园最终没有够入地皮 政府在2020年收回应救权之后 兴建隔离设施 有关注团体认为 很适合转做过渡正房屋 其实钱就花了 资源就在了 不如私有一下可以善用现有的资源 而不是再想 我们要花多几十亿 走去一些偏远地方开山砌石 根据立法会文件 政府在1999年和乐园 签订一份限制性契约 规定即使乐园不够入用地 政府都不可以批准在这里建住宅 而发展其他核准用途 包括休息、体育、文化 和相关商业等的用途 就有高度限制 令园里面的人 不能够看到外面的真实世界 值以保持梦幻的气氛 政府当年好像又要贴大床 是不是这个时候应该争取一些 而不是只想过往签了 喪权欲国的合约之后就算数了 2020年初疫情爆发之前 市任温房国局长尋范 曾经在立法会公开呼吁 乐园考虑社会责任 容许政府收回地皮之后 发展过度性房屋 由立法会议员认为 在限制性契约范围里面 即使不发展房屋 都可以发展旅游设施 我觉得行政主导在这方面 政府都应该主动地 提出这些意见 包括隔离的迪士尼乐园的公司 他是不是接受呢 这些等等都需要一些时间去磋商 所以越早有建议越好 发展局回复说 会探讨将竹高湾社区隔离设施 用了合适的临时用途 未来会按部酒班释出用地 无线电视记者陈乐坚报导 政府9月收回粉岭高尔夫球场 32公顶的土地 当中9公顶计划建公营房屋 当局说目前方案是相赢 相信不影响举办大营赛事 城规会正式举行公听会 就粉岭高尔夫球场用地发展 拼取公众意见 高球界代表一再表明反对建屋 忧虑难以再举办国际赛事 财政师副司长宏伟论 重新政府建屋的意向不变 又说整个高球场有大约8个半维园这么大 用来建屋的土地只有大约半个维园 其余会用来保育和高球运动 其实如果在政府角度来说 目前已经是一个相赢的方案 在照顾高尔夫球运动方面 你看回土地的分配 其实绝大部分就是用了去继续支持高尔夫球的发展 市民享用都应该的 所以是一个适当的平衡 目前的方案 也都我们觉得顾及了那个平衡 康民处也都绝对有能力管一个政态公园 另外政府早前公布落建居计划 给私人发展商兴建资助房屋 局方说留意到有发展商考虑参与 但是要视乎土地位置 如果太偏远 或者需要大量的基建 就未必合适 楼市正是面对下行压力 会不会影响发展商的参与意欲呢 举例面包袍 很微利的而已 几元一个 可能每个他都赚几毫 我估计这个资助房屋 有点像是这样的 薄利多销 货如轮转 他有一个这么优惠的折扣价 买家应该不愁 他自己出产的面包 无论是怎样 都有人帮他买回的 去到最后都有个价钱帮他买回的 同说不会的了 你自己做的面包 你自己想 你自己要销售 大家知道的心态上 已经是两个策略 他相信发展商需要自负盈规 会更加着重思考销售策略 和细节等等 母亲电视记者 扎军文活动 逆后服上 暑假将会是港人外游高峰 入境处在香港国际旅游展 提醒市民外游注意安全 包括衡量自身健康 留意不同地方的交通规则等 香港国际旅游展 一年四日在会展举行 入境处今年也有参与 为市民暑假外游提供安全感浪 有时会参加一些有风险的活动 比如说以气球 潜水 攀山 以至是浸温泉 其实对于老人家来说 都有一定的风险 所以我们也在呼吁 香港人如果出去旅行 要参加不同的活动的时候 是需要衡量 你自身一个健康的状况 和活动的安全风险 不少港人喜欢自驾游 而下个月港车北上 亦即将实施 入境处提醒市民 还需要注意不同地方的交通规则 不同地方有不同的交通规则 道路设计 回旋处可能是左太的情况之下 方向都不同 有些地方可能是交通规则 你开车是绿灯你可以走的 但原来转弯行人都一样可以过马路 现时市民如果遇上事故 可以致电入境处24小时 求助热线1868 或者提交网上求助表格求助 入境处4月推出WhatsApp求助热线 截至上个月底 共接获1700宗个案 当中只有大约一成 是真正境外港人求助个案 包括遗失证件 发生意外 受伤 住院等 其余只是一般查询 入境处建议市民外出旅游前 要先了解目的地安全风险 全程和亲友保持联系 并且准备好旅游证件赋本 以防万一 又强调 特区护照持有人 作为中国公民 在外地遇事时 可以获得国家领事保护和服务 现场仍设有外游资讯问答游戏 市民来参与的话 就可以获得入境事务处派发的小礼品 无线电视记者何思义报道 消委会调查旅游保险产品 发现近七成的计划 长者获赔偿的医疗费用 较其他投保人低 业界解释因为要或一保费 只可以将风险较高的长者保额减低 消委会调查26间保险公司 单次旅游保险计划 只有这9间公司不设成保年龄上限 占整体少于三成半 较7年前同类调查多不够5个百分点 就算成保 大部分计划都会调低长者的医疗费用 或者意外的最高赔偿额 即是相同的保费 但是就赔得比较少 当中一个保险计划 将65岁以上就定为高龄人士 定义为70岁以上 或者75岁以上的就各有4个 意外的最高赔偿额会减少一半 也都有一个计划 没有调低长者的最高赔偿额 但是70岁以上的受保人 就要额外缴交超过四成的保费 我觉得不合理 因为为什么你65岁和如果有什么意外 都是一样的 医疗开支都是一样的 其实没有分别都是 小不公平的 我觉得没理由定一半的 那人买了保险10万你赔5万 那保项额就很小 因为你没有接受保险 你现在都是保险你赔足的 保险业联会就解释 调低赔偿额是因为长者的风险比较高 市面上买的旅游保险都是一个简易程序 我们一般人买很多时候 都可能上网买或者透过中介人 那保费基本上是或一的 那就跟年龄无挂勾 根据年龄所以产生的一个风险比较高的情况之下 在保费或一的情况之下 就只可以去将保额去减低 这些都是精算计算结果 市委会就建议市民投保的时候要留意条款 而随着人口老化 长者旅游方面消费不非 值得保险业界提升对长者的旅游保障 无线电视机者林俊天到 美国微软公司创办人盖茨继续访问北京 路透社报道 他今天会获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 将会是习近平近年首次接见外资企业家 盖茨微博上提到 中国在卫生、农业、营养和减贫方面 有着非常宝贵的经验 值得和世界分享 期待未来继续和中国伙伴 攀手为全球进步作出更多贡献 盖茨在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活动演说 表示过去四年 全球经历新冠疫情 气候变化影响家劇 和量食危机等挑战 儘管当前全球困难重重 但他依然保持乐观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 习近平今天会同盖茨单对单会面 但未知会讨论什么议题 德国新天鹅堡有两个美国旅游客遇集 一死一伤 一个美国男人被捕 星期四提堂之后 继续被击押 被捕的美国男人 由警员押走 自已遇集后被推下山的女游客 由直升机从山谷救起 宋远急救 警方说 两个21和22岁的女游客 在新天鹅堡附近的玛丽安桥遇到疑空 疑空带他们到一条隐蔽的行山径 表示可以更加观赏新天鹅堡 但在行山径 襲击其中一个女人 另一个人企图制止 被疑犯 嘔打并推落50米深的山谷 第一个被襲的女人 怀疑遭性侵后再被推落山 两个女人获救之后 其中21岁的女人 炎治星期三晚 双重离世